T-Coin的发想 其实我们要执行的项目非常多 Fintech是国际的趋势 那数位货币具有隐秘性 不可串改的特性 就是适合我们有坚定的系列 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T-Coin 数位货币隐秘不可串改的特性 以及区块链会把所有的花费 记录的清清楚楚 谁得到了这个T-Coin 谁异或什么原因 怎么样的交易 所以这个完全是可靠 然后投资的人也可以隐秘他的名字 所以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的 问题就从T-Coin的认同帽开始 希望这个提案的各个项目能够完售 然后可以超标 支持T-Coin的8币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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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事情 冤有头债有主 是谁做这个事情 当然香港人讲说香港人要报仇 我说报仇是有手段的 报仇的意思 不见得是要说好像真枪石道来对抗 不要 你就诉诸美国既有的法律 把这个人权恶棍 抓出香港这一次的工中大 中文大学跟香港的理工大学 这两个大学的最主要的指挥中心的共犯 看是谁 什么名字 我认为在香港一定肉搜出来 提供给美国国务院 直接启动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把这种人权恶棍抓出来 那他如果在美国有这个财产的话 直接把他没收 直接把他没收 让他痛 让这些人痛 然后在中共现在有一些人在叫嚣 这也是人权恶棍 帮凶 中共里头有人也把他抓出来 没收他在美国财产 我们所知道的 他们现在非常多的中共官员 在美国是有财产的 他们是有存款的 他们的过去做裸官 然后妻儿送到美国去 然后他们的钱存在美国 然后他准备哪一天 这个赚足了 弄饱了 就到美国去享受 想这么美 不可能有这么美的事 肉收你 然后把你的财产在美国 把你没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文明的方法 而且有法律预计 也有世界的这个 大家的这个对人权 恶棍的共同处分 现在已经形成共识 这个已经世界共识 所以呢 应该要开始启动这个事情 那当然是我们要 要靠香港的这些抗议民众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人的脸 这是谁 然后这是谁在指挥的 我觉得一定要先弄清楚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 因为并不是没有手段来对付这些恶棍 有的 有手段可以对付这些恶棍 而且直接对付到他的产业 他的家庭 直接对付他们 我们个人才有效 这是美国 我几次在美国国务院呢 在这个跟他们谈到人权的问题 尤其中国人权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 这时候 美国的官员 就都是告诉我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非常有效的 他也希望我们提供资料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我们要呼吁香港朋友 记住这些恶棍 他的名字 他的单位 他的人 他是谁 有可以的话 拍下他们照片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当然我也希望 在香港 因为这一次你知道 香港高院不是对于 那个反蒙命法宣布为危险吗 是 那这个就表示香港政府里头 还有一些有良心的人 我们也希望这些有良心的人 做这个吹哨者 做吹哨者 做吹哨者 就是一定要把这种 使得香港已经回不去的 这些人权恶棍 通通要让他们现身 然后我们在香港 没有办法对付他 在中国的这个领土之内 没办法对付他 可是他除了这些地方以外 全球走不动 不能让他这样子得了便宜以后 未来还全球走透透 你就弃到惊死 所以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启动美国的人权问责法 然后来一一惩罚这些 他们的这么多年 积蓄在美国的这个账户 把他们没收 没收 Confisticate Confisticate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蒙面法的这个背景 那个 当然 可能讲讲可能会歪楼 因为台湾其实 这个 我们好像也有 对 也有这个禁止蒙面 不过我们从来不遵守就是 好 那 我们如果说香港的高院 判定就是说 港府的这个紧急情况的这个规范条例 赋予特首会同行政会议 在危害公安的情况之下 定定的这个规律 就是说禁止蒙面 就是这个是禁止蒙面规律 他说这个是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的 也就是说他是违宪的 这是被裁定违宪的 那这个是 申请人是当时香港立法会有24名民主派的议员 以及前议员梁国雄 他们提出来的一个申请 那 当时间 有点 有点慢 但是不管是慢还是快 反正高中法院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裁定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违宪的 可是呢 其实沉默了大概一天之后呢 那个中共人大 全国那个人大呢 就是说 你没有权 裁定是不是违宪 就是他认为 香港的高院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已经侵犯了基本法 他没有权利 而且他认为说 蒙面法呢 这个是禁蒙面 这个是不违宪的 这个是中共现在的反应 可是 我们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现在是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吗 所以高院裁定这是违宪的 这个东西就是违宪的 反正 两制不是 不管你中共人大怎么说 那他就已经是被裁定是违宪的 那所以 我们其实 还是要对于 香港这些年轻人提出一个呼吁 就是说 请你们莫忘初衷 当初说好要Be Water 不要跟这个政权去拼性命 因为 其实我当时有个判断就是 中共绝对不敢 把军队开进来 因为如果把军队开进来的话 那一天就是他准备要 倒数计时灭亡的时间了 可是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用香港人来分裂 就是用香港人来治香港人 然后有一些人是他 从中国派去的公安或是武警 然后伪装成是港警 已经完全潜伏在里面了 从内部撕裂你们 然后他躲在后面 这个是中共惯用的手法 用黑帮 用黑社会的手法 用性侵抓捕失踪 其实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 用抹黑 用港警穿黑衣 然后到处去丢大弹 去做这些 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 然后整个栽给 所谓的勇武派 然后你不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跟当时 比如说 汶川大地震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 那汶川大地震 当时有很多的孩子失踪 对 学童失踪 因为那是白天上课的时间 那可是中共呢 他就地掩埋 所以很多人没有找到 也就不找了 然后连有人呢 是因为家人失踪的 他们发起说要去把这一些 所有的失踪的孩子 名字把他统计出来 光是这样子被关押 就被关押了 就被关押了 那香港现在这些年轻人 这些孩子 有些事实上只有十岁 十几岁 最小被抓捕的 甚至有十岁的孩童 而被喷这个催泪瓦斯的 最小的甚至还有墙堡中的婴儿 嗯 其实还有那种迷路的小孩去问警察 就被拍到就是说 他直接对这个小孩的脸 去喷那个 这个 辣椒水 对哦 所以 这个已经 这种不是执法 这个已经是报警了 他根本就已经是暴徒了 美国就说过度使用暴力了 对 那完全是 讲说他们警察过度使用暴力 当警察变成暴徒的时候 这就是香港的现况吗 我们今天如果是实体在建国 你是不是应该会有第一批的资金 来做什么 我们弄取这个第一批的资金 可以发行的货币 就在外面流通 所有人可以用那个货币来交易 那如果你在虚拟货币里头 已经都被认可有价值 你台独建国的路 就往前再跨一步了 你既然有很多事情你要做 那我们可不可以统一在一个概念底下做 发行一个叫做 代表台湾的货币叫做T-Coin 在虚拟市场上发行 美元要做成这个 台湾的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我们干脆在台湾就持有法币 就是美金了 我们要去做这个台北建交的宣打团 然后我们可以把SNB推广 在台湾甚至到一带一路到非洲 可以去帮助很多的国家 如果说每一次都是靠大家捐钱 然后他事实上没有办法自己长大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号开始 现在香港现况叫做当家闹事 当家的林郑月娥在闹事 当家的林郑月娥在闹事 就是这样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下场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定会有报应 中共是用完机丢的吗 是啊 林郑月娥已经是废物了 他现在等于是最后的一点点 中共利用价值在用它 他也这样子给人家用 全世界 林郑月娥到哪里去都会被吐口水 林郑月娥已经是notorious 非常非常是身败名裂 已经身败名裂了 那面对这样子 其实一开始 香港这些年轻人很有智慧 就提出了be water这两个字 be water是什么意思 就像水一样流动 一直在流动 be water这个字是 我们也很佩服 我们节目好像很久以前 就说香港这一次 他们be water的定义就是 不搭大台 没有明显的是谁指挥谁 water在流动的时候 有说有水头吗 水领袖吗 有water leader吗 没有啊 水就是顺势 水波 顺势 然后水到取成 水到取成 水到取成是一句 非常有意思的话 你说那里没有一条沟 可是水到了以后就有沟 水沟 那离开了以后沟又不见了 那这个水 可以载舟 水可以覆舟 那就是说be water 其实一个非常强 很强的一个运动概念 那 那 当初他们提出来是李小龙的影片 是哦 对 就是李小龙打拳是be water 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就是顺势而为的意思 那香港年轻人 不应该忘记这个原来的初衷了 那先 他们去镇守中文大学 或是镇守理工大学 这种做法就已经不是be water 他也就不是be water了 所以就比较容易受到报警的攻击 然后逮捕人也让他们轻松很多 我觉得这个香港在这个未来的运动 还是要维持能量 留得青山寨 留得青山寨 be water 其实就是一直青山依旧在 青山依旧在的一种做法 这个才能够使得香港带向一个 他们现在正在考虑香港的未来是什么 一国两制 我认为香港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了 那当然更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一制 所以他们正在寻求香港未来的一个新的希望 那在寻求香港未来新的希望的时候 每天都跟这个报警这样子冲突 其实反而没有办法得到效果 be water就是顺势而为 至于这个事是什么样 该做什么事情 是很重要 应该要看到那个是 那只要那个是在 就是那个整个运动就在 那是不在整个运动就消 这就是水 看不到他的那个怎么流向 是这个字很难说 对 是怎么说 是啊 我的解释是这样子 我的解释是所有的综合效应 在那个点发生效应了 所以有一个死亡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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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形成 一旦形成一个事 那我觉得那时候就到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香港的这个运动者 不管勇武派 或是这个市民 这个上街头 我知道他们现在的一种 合作方式 就是他们上街的时候呢 冲在第一线是勇武派 然后有一些市民呢 被隔在有可能被催泪弹 或者子弹打到的地方的外围 但是他们愿意 这样子这个这个 壮大勇武派的声势 可是当撤退的时候 也都是由勇武派的人 断后 就是挡住警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冲突 这原因我现在搞清楚了 就是勇武派很勇敢的往前 挡住报警 说要buy time 就是buy time 那buy time给谁呢 让那些很勇敢 愿意跟他们站出来的 香港市民呢 有时间撤退 手无寸铁的这些人 撤退 所以他们需要穿黑衣 做勇武派 然后一般人 就不必穿黑衣 就什么衣服都可以 可是当这些整个 bewater的意思是说 能够往前冲的时候 大水抽到龙王庙 可是 事不可为的时候呢 一定要像海浪一样的退潮 所以 我常常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对于随波逐流 这个成语 我没有恶感 没有恶感 我觉得随波逐流 是非常高深的 到家的精神 就是很自然的 施法自然 随波逐流 你才能够把船驾驭得很好 是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看到香港 现在又往前进 我可以这样说 香港已经在世界史上 已经立下了一个标杆了 尤其是在这一波的民主化的过程里 香港这一波的民主化 完全不是过去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的那种形式 因为那一些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所层层的这一种民主化的趋势 是有一个势在 可是今天香港的这个Bewater里头 一开始其实逆势而行 因为中共这么强大的状况底下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以暖及时 逆势而为 可是他们逆势而为 结果Bewater成功 所以水也十场逆 逆其势而走 也就是说他的确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因为传送中事件以后 给他们的能量 然后往前冲 结果成就这个大事 全世界都在注意香港 我觉得这个香港正在创造历史 所以我也觉得香港的很多年轻人 他们去从事这个事情 留下遗书 留下遗书 他们就认为说 It's a very good day to die 这是最好 我找到了一个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机 这是最好的日子 Good day to die 所以这是在人类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台湾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不能见死不救 但是我们也要 学会去看香港这件事情里头 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跟台湾人命运的关系 那特别是现在我们也看出来 香港人命运 跟台湾人命运 是息息相关 那我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常讲 任何一个执政的政府在台湾 特别现在当然是民进党 民进党政府必须 去让我们看到他有出手相救香港人 或者台湾人很难相信说 当有一天大难来的时候 你民进党政府能够护卫台湾每一个人民的生命 当你没有办法去帮助香港人 去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宝贵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怀疑说 那你有什么能力维护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个逻辑现在正在形成 我也希望蔡赖被形成了以后 这一部分的论述 应该就比较有机会出现 因为赖清德是这个思考的人 那我不知道他能对现在的这样的民进党 有发挥多大影响力 可是蔡英文 虽然他已经有几度对香港这个事情讲很多了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行动 那所有说的伟大话都是无效的 都没有用 光有说话没有行动 那个思想或是那个理想是死的 即舒眠PLUS Apollo Fiber Inside不断创新研发 一张有效除满的即舒眠PLUS 双人养生暖电 革命性诞生 Apollo Fiber Inside即舒眠PLUS 养生暖电 采用独家超纤维电热 及温控技术可安全地持续使用 并保持温度55度C 经过检验证时 只要在白天加热4小时 就能杀死床垫 及棉被内95%以上的沉满 更能抑制9成以上过敏原 让过敏症状获得有效改善 消除成满脊过敏原 让您熟睡一夜好眠 身体得到最完美的休息 产品更经由TTRI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认证 兼具远红外线养生功效 也是您遇寒保暖的必备生活用品 发热室防满根除 让您健康一把照 您不用丢弃使用中的旧床垫 只要将发热暖电固定在床垫 并铺放上寝具 就能轻松加热消灭除满 获得全面性防护 双人尺寸加纳版本 四段定时双温控贴心设计 除了环保节能之外 可依各自喜好设定温度 谁也不需迁就谁 同床共振 享有一夜熟悉好眠 Apollo Fiber Inside 即睡眠Plus 双人养生暖电 一张有效抗菌除满的好睡店 让您双倍机智好眠 即睡眠Plus 杀菌除满 让您安心好眠 加入QR Code 了解详情 适应 适应